哈囉大家好 我是尾巴 來到週日嘎聲的分享時間啦 不知道前兩個禮拜大家有沒有收看惡魔法官呢 今天的影片主角就是我們的真龍 大家可能稍微猜到今天要分享什麼 知道的話也幫我把影片看完囉 話不多說就進主題吧 首先是脫衣服的部分 我就是這麼直接 大家還記得真龍第一次脫是什麼時候嗎 那麼沐浴畫面震驚一片鳥圈 我們非常愛惜肉肉的真龍竟然脫了 好可憐喔 為什麼會說震驚呢 因為真龍不管是平常休閒服裝或是舞台表演 很難像加爾或是Mark那樣在粉絲面前大方展露身材 我覺得這可能是他個性的關係實在是不能強求 所以當他第一次在戲裡露出他的六塊肌 而且是沐浴畫面的時候 鳥寶寶們怎麼能不瘋狂 聽到我聽到歌啊 聽到應該的音樂 聽到我聽到他的音樂 聽到我聽到你不要了嗎 聽到我聽到好, sweet 聽到我聽到擾吾板燻了 在合作上 可以多學習到我的音樂 哇!真的色彩 啊!這個髮型上來 快點 時隔幾年終於又看到他的六塊肌啦 雖然很嫉妒持成可以近距離摸我們真龍的肉肉 但還能看到真龍的胸肌、六塊肌、背肌 還是很感謝編劇和導演準備這螢幕來讓粉絲們大包眼福 怎麼辦? 胸部給我 而已... 你以為對話來自身錢 胸部給你說 胸部給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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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結果 是 那今天 你是什麼呢 你先看看 你可能看了 我先去 encountered 你也要得到 等一下 我会不定期在周日晚间6点跟新嘎7相关影片 记得订阅开启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发播喔 眼尖的鸟宝宝们在欣赏真龙的好身材时 应该有发现背上那块痕迹吧 其实我当下看到的第一秒反应是 那是鸟吧? 很像是展翅飞翔的鸟 我个人猜想本来剧情就需要那块痕迹 真龙在不影响剧情的情况下跟导演或是编剧商量而来的 成员们用各种方式把牛宝宝们放在心上 这样的他们我们怎么能不喜欢啊 手臂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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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 получится 上帽贤火 手臂喝水 手臂喝水 蒸籠拒绝朋友的那幕 爱心转变成中指 我到现在也忘不了 虽然我知道蒸籠有点腹黑 但还是要保持书生的形象啊 我需要多看点腹肌的画面来洗掉我笔中指这一幕 最后放上几张BH更新的照片 TVM采访时蒸籠可爱的画面 以及banban看到蒸籠腹肌时搞笑的线容 那安排振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能勾到很重? 巨星的 很重 去吧 一杯 een 你敢了 你錢哪裡放? 你敢了 有一些 算你真的不會有錢 我看到你之下 陪伴你的表情 我现在熄了 大了 我现在熄了 我慢慢熄就 眼睛和 我跟你做的事情 我做的事情 不好意思 来点一下 你可以评ot 今天的分享你们喜欢吗 那提醒大家记得要收看恶魔法官 并追踪BH官方频道 才能看到更多蒸笼有趣的画面 我是华曼更进资讯的鸟宝宝尾巴 因为工作的关系 没有办法及时拍出影片 还请大家多担待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分享我的影片 欢迎留言跟我说说你们喜欢的部分 另外啊 咖之们的分享主要是在周日 那问答系列是不定期在周三 记得订阅 开启铃铛 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发布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